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大部分都是小对大 你比如说小鼠对大鼠 小寒对大寒 小雪对大雪 唯独有小满 却没有大满 这是为什么呢 书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质于此 小得盈满 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 温度逐渐升高 雨水增加了 田里的农作物都开始灌江饱满了 中国人的喜悦从来都是小得而盈足 所以古人说 月满则亏 水满则亦 一切事物达到极致之后 必定会走向下坡 听起来是不是跟圣机而衰物极必反 一个道理啊 又有老话常讲 做人话不要说的太满 事不要做的太绝 这其中也蕴藏着小满之力 古人云满招损 千受益 任何时候如果对自己的成绩感到自满 那必定会招来损失和灾害 谦虚做人 时常自省 才能得到益处 其实本管是地里的农作物 还是我们的人生啊 如果有了一点成就 小满即可 切记大满 不要忘乎所以 为人处事呢 要讲究个度 好在适度 坏在过度 留有余地 才能够进退自如 你看 古人的智慧 是不是值得我们仔细的琢磨 所谓小满者 马而不损 马而不赢 马而不易 时间如此 生活也应该如此 花未全开 月未圆 人生最好 是小满了